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想分享一下這個比較敏感的話題 就是亂數 如果大家有看了我在一兩個星期之前的藍寶石直播都知道 我是用了這個亂數去刷色圍 結果其實成果都還可以 大部份都有一些色圍 一些神獸色圍 還有一些普通精靈都有色圍 我自己都蠻開心的 而今天就想分享一下這個技術給大家 但當然我自己都不是很熟悉亂數 但我大概知道亂數的流程是什麼 流程是什麼 還有知道怎樣做 這個表其實都很多一些複雜的地方 我主要會選一些比較簡單的給大家聽一聽 就是這個 在三代的精靈裡面 就是由性格值和玩家ID來判斷這隻精靈是不是色圍 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你有沒有中到色圍 是要看你的ID 你的ID 假設你的ID是不漂亮的話 其實你是很難很難撞到色圍 很難很難撞到色圍 如果你的ID漂亮的話 基本上很容易撞到色圍 非常之容易 走過路過已經有色圍了 OK 而亂數就是透過你的ID去到知道 究竟你在哪一格多少秒才會撞到色圍 又或者 哪一格哪一秒你會撞到你想要的能力值的精靈 就是這樣慢慢用軟件去調查 但當然啦 其實就沒那麼簡單的 你聽到好像很簡單 但就沒那麼簡單 是因為ID有分兩個ID 大家在訓練師卡片會看到的就是表ID 這個大家會在遊戲中查閱 但它不僅僅只有一個ID 它是有第二個ID 第二個ID在正常途徑下 你不會知道第二個ID是什麼 大家會問 那我怎樣才可以知道女ID 既然你知道要用ID來判斷那隻精靈是不是色圍 就是透過你要導出你的Save 導出你的Save 然後再用軟件去查閱 這個方式其實也是一個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 不過就要是你 是懂得導出Save 還有用那個軟件其實是一些修改器的軟件去查閱 但就不是修改 只是查閱 只是查閱而已 只是檢查這個女ID是什麼 好 到第二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就是 你已經一早用 軟件檢查了 我在多少秒進去 會撞到那個ID 這個就要你一早查定 那就是我給你一個例子 那這裡 假設我是在1000秒進入遊戲 1000秒進入遊戲 那ID他出了0000 也就是我想要的答案 那基本上因為你已經一早查了 那就是怎樣呢 那就是說你已經一早知道這個秒數可以進入ID 然後你也知道表裡ID 那就是這個方法二 這個 可能大家會有疑問的地方就是 那這樣的話 如果ID不漂亮 那一輩子都撞不到色違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最直接的答案 也都最傷心的答案 那假設你的ID可能是5000秒才有色違 那但是呢 你在神獸上可能站15秒就開進去 那就一定不會色違 正常情況下 那當然啦 有一點點方法可以搞亂這個計算的原理 那這個就不特別多說了 OK 那剛才說到 三代精靈是由性格值和玩家ID來判斷是不是色違 而這個性格值其實是可以透過這個當前的徵數 可以決定到這個精靈的能力 那只要我們知道幾個數值的情況下 其實就可以抓到這個色違 那講會不會簡單一點呢 可能有一點點亂 但是就大致上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樣講會不會是比較簡單 還是大家都不太明白 因為我自己也不太熟悉 究竟怎麼說會比較好 還有我自己也不太熟悉 這些什麼算法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這些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參考過的 那大家如果真的不明白 想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再留言 我就再看看 怎麼可以更加簡單地說給大家聽 究竟亂數是一個什麼的原理 好了 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了 拜拜 在這裡啦 拆閃啊 拆閃啊 拆了 拆了紫色的 然後再變黑色的 我流淡呀 拆了 嗚咿 嗚咿 大家都一樣 stars 好了,弟弟先 嘩 終於見到你了 先想想一下,用什麼好 太早了 太早了,又早了一點點 OK 哎呀,黑色來了 哎呀,出來了 還不行,哎呀,我們V吧 我們V吧,我們買精靈球 嘩,出到色環,但是捉不到,什麼事啊 哎呀,死了啦,弱智 這麼誇張 哎呀,他又死了啦 其實拿這支麥克風應該要放近一點 應該要放近一點 收音會好很多 清晰一點 一邊洗澡一邊看我足 這麼興奮 進來 nice 就快捉到了 哎呀,搞定了 nice 今天搞定了,哎呀,可以收工了 我待會先休息一下 啊,閃了啦 紫藍色了,薄荷色了 對呀,我覺得好像是 所以我想都是欠個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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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啦,出來啦,出來啦,出來啦 遲了好像,好像遲了,剛才發了呆 我先發了我眼睛 哎呀,哎呀,我已經肚餓了,說實話 先逗留一下吧 ok 那我這次走 左邊 中啊 OK OK 我遲些可以講一下直播機 遲些我可能會先開過這個VDS的直播機 主要比現在直播的方式太多了 很多很多很多 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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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終於金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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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